我怕我以后再也见不到你 现在好了 我找到你了 找到你我心里就踏实了 话说得很好听 这是常年风流养成的手段 咱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我不觉得有什么误会 你说你是郭宝坤的书童 我让凌儿已经去问过了 郭宝坤身旁早已不设书童 你来如此 你找郭宝坤是非路 别动 打探我的消息 半夜私闯女子闺房 是何等的无礼放肆 你干嘛呢 撒香囊 香囊是挂腰上的 我这是新用法 香囊里边的香料是能做菜的 我知道 寻常香囊嘛 白纸 穿胸 山奈 这你考不到我 所以你现在闻起来像一只五香鸭 你懂个屁 我这可不是寻常香囊 我这是专门为了碗儿特制的 一共萃取了八十多种花叶的萃取物 前调清新 中调醇厚 后调悠长 反而肯定喜欢 吐屁 你吃五香鸭了 五香鸭都是我那护卫吃的 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好啊 我最喜欢听故事了 有了 我最厉害的就是讲故事 那你讲 这个故事 发生在很久很久很久以前 感动了 那男子可曾婚配 也曾成亲 只是忘不了当年的人 既然忘不了 为什么还要和其他女子成婚 为什么不当时就去找 当年的那个少女 这个这个这个 她已然结婚了 过完了这一生 到了这个岁数 再回去找当年的那个少女 这是为什么呢 只不过是人生不想留下遗憾罢了 可是她有没有想过那个少女的处境 万一人家也结婚了呢 那她的家人 会怎么想这件事情呢 这这个这个故事发生在那个时候吧 她规矩和礼数没有这么多 她家人也没有也也没有 你在弹州的时候也进过学堂 这故事跟我没关系 我在弹州没上过学堂 也不认识什么姑娘 那你为什么要给我讲这个故事 我就是想跟你一起批判这个男的 批判他 这这故事跟我真的没关系 要不要不你再给我个机会 我再想个别的故事给你听 我还知道好多故事呢 不不不 皇子公主 我跟你讲 和尚和猴的故事 美女也是 回合四 我今儿 再给你讲个故事 说故事不用晚上来 你白天你家管那么严 我也进不来啊 你可以写纸上让人送过来 我今天把窗给你留着 将人浅开 是有话要与你说 你说 得知你是范贤 我心里除了意外 还是很欢喜的 这话本不应该跟你说 可是我想让你知道 我所说的 正是我所想 我也一样 我见到你 我心中也欢喜 但是 喜欢一个人 首先要做到的是尊重 你每晚爬窗进来 这是调戏吗 我们未来有那么长的日子 有什么故事要讲 等到澄清以后不好吗 我一定要看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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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